我是上海首批的垃圾分类的社会监督员 那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很多的写字楼园去帮助这些企业去规范化 做到真正的源头减量和源头分类 我们的社区里面有很多社区工作者已经在做垃圾分类的倡导和优化了 但是恰恰相反写字楼里面是一个相对复杂和封闭的场景 我们的垃圾车是不可能24小时来回收垃圾的 垃圾车进去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那如何在办公室里把湿垃圾和一些可回收的 办公室特有的一些打印机木盒 复印机的一些这种有害垃圾的回收 甚至于一些电子产品的回收 第二个就是它其实也取决于楼里面租户的日常活动情况 企业的类型 比如说这个楼里面全是做IT的 他们可能是晚上加班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它产生的湿垃圾可能在9点钟之后会很多 这里面其实有一大块工作是要跟他们做一个解释和科普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分类没有用 就是说我前面分了类 但是最后你处理的时候又集中一起去填埋或者火烧了 我们会组织亲子就是员工带着牌子一起来做一些 跟我们一起去老港去实地考察 会有一条线路就是看垃圾焚烧和我们东滩的候鸟保护基地 那么会告诉他垃圾的回收对城市的可追发展和整个的生态环境 都是有整体性的帮助的 垃圾分类其实很需要大家的这个参与和认可 我们还帮了一些互联网公司去做了一个扫一扫你是什么垃圾 到现在全上海我们差不多覆盖了100多状写字楼 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这块的需求已经相对比较少 因为大家已经经过这两三年的时间越来越了解 在写字楼里是怎么做垃圾分类的 大家能看到这个垃圾回收或者可追发展带来的生活的变化 这个是非常可喜的